看到这里,无论今后我们能不能够得知最后的完整真相 这次整个事件对于国际局势,特别是中东的稳定形势 必然带来极大的连锁影响 尤其这位33岁的王楚 他今后还得以能够堪当大任 或是他的凶残本质在这次完全曝露出来呢 当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当金钱碰上了人道、道德、人权等这些问题的时候 究竟是做生意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川普总统显然他认为做生意非常重要 难怪他一直吞吞吐吐 每天都是强调沙国的军售数字 不过说实话他真的为难 你看看沙国对美国的重要性 他不仅在中东帮助恶祖激进势力的扩张 帮助美国牵制伊朗 甚至很可能帮助以色列 当然还不要说那些投资的大金主 以及跟美国上千亿美元的军售买卖了 这一切美国能放得下吗 不要说美国 世界各国恐怕也都是如此 因为沙尔加拉伯太有钱 他对国际经济的稳定力量 的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还有就是这位33岁的王储 这位王储如今得势之后 他的残暴本质一天一天曝露 他还能够继续做得下去吗 当然全世界也要担心 如果不是他 沙国未来的王室命运会如何发展 他的政敌如果取而代之 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是不是也可能一系翻盘 一条人命非常重要 给家属带来是永生的痛苦 但这档命案所牵涉到的国际的周边发展 恐怕还是全世界最关切的 专程专机遇到沙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现身沙国皇宫 他先见国王萨尔曼 再见王储穆罕默德 一小时内会见沙国头两号大人物 只是看着突发的见面会 一点都不像为记者指使而来 气氛融洽到像是来见朋友 顺便捅一口径 我们有幸运的 一段时间 非常好 谢谢你帮助我 非常好 这国家 这国家真的非常强 而且保持人的 顺丰访问沙国 蓬佩奥随即又赶往土耳其 见了总统艾尔段 却拒绝评断断沙国记者谋杀案 只是事发至今 没具体证据又找不到尸体 沙国上下又打死不认 就算国际威乐压力 直指就是王储穆罕默德下的追杀令 也拿他没辙 三年前父亲 萨尔曼登基后将沙国国防 财政和石油公司等权力 逐步下放给最宠爱的儿子 穆罕默德 才33岁就大权在握 比国王更像国王 去年6月 萨尔曼更为他发布国王令 打破胸中帝籍的王室传统 废掉侄子 纳衣夫 改立穆罕默德为新任王储 就怕惨遭不测 当时那一副立即表明效忠 果然五个月后 穆罕默德展开沙国史上 最大肃清行动 加大业大 沙国王室拥有5000多名王子 为扫除登基障碍 穆罕默德打着反贪口号 将200多名黄金国戚 软禁在利亚德的五星级 立志饭店 只要宣誓对他效忠 就能无罪释放 你回到多少钱 这钱是100亿 但真正的目标 不是这个钱 或任何其他钱 想法是不是赚钱 但是准备犯罕默德 而是准备犯罕默德 谁都在准备犯罕默德 产出异己 才是穆罕默德的真正目的 其他杀人不手软 有仇必报 就人王储来 平均每月处死16人 而这一切都得到82岁国王 萨尔曼的默许 更别说异议分子 我不是赚钱或曼德拉 我不是赚钱或曼德拉 我是一名称之后 我曾经允许分子 之前在准备犯罕默德 但他痛杀 有血无关系的皇族 加上介入也门内战 空袭平民 遭到哈啸吉 大肆批评 甚至说王储 根本称不上市民改革者 只会用铁鞋手段镇压 但穆罕默德的地位 即名声为此急速篡身 也是事实 所以被当地媒体封为 全世界最危险的男人 年轻又感冲个性 却广受沙国年轻人喜爱 接任王储三个月后 先是开放沙国女性开车 接着又解除35年电影员经历 今年4月首都利亚德 开了第一家戏院 穆罕默德的自称 是代表年轻的一代 凶狠整肃背后 又刻意营造清明形象 简直是两面人 《时代》杂志 曾形容他的形式风格 充满个人魅力 是沙国现代化的一股新力量 丁内大道阔府 对外则试图将沙国推向世界舞台 积极出访海外 今年3月首次以王储身份 他先造访英法两国 接着在美国展开 长达三周的访美型 尤其这一幕 拿着板子 川普列出沙国答应要买的 美国武器 细数每项军售交易价格 成了两人见面的经典画面 川普上任后 更是一改美国对沙国的消极态度 首次出访就是沙国 而女婿Kushner和穆罕默德 辞交胜度 他召集死后 两人更在第一时间通过电话 让川普选择帮枪 甚至公开推说 记者之死是流氓杀手勿杀 本就在18号蓬佩奥回国后 沙国准备认罪前 川普又改口是沙国高层所为 却为名讲王储穆罕默德 该为此事负责 川普极有可能 已先知道沙国决定将记者之死 推给副情报局长阿希里 误判王储指令 但他的态度立场反复 全都是看中沙国的钱 对川普来说 这是道德与金钱的交战 正因为沙国有油又有钱 更显得川普的虚伪作态 非常袒护的沙国王储 国际形象已毁于一旦 23号在利亚德举办的 年度科技投资会议 已遭到媒体与科技业联手抵制 毕竟一名知名记者 被他大胆暗地做掉 暗黑杀人王储之名 将无以随行跟着他 传出王室以计划拔掉他的王位 这恐怕是王储动手前 所使要为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